我们要为大家带来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为什么会唱这首歌 是因为我们两个第一次同台 在舞台上就是因为这首歌 因为那个时候是 《乘风破浪姐姐1》的时候 我们三十位姐姐 然后一起来唱的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对 我当时我记得跟她 就是亲近 算比较亲近的是 我们就是当时第一首歌 就彩排完了之后 就有一个 After Party 然后我就模仿了一下黄霖 她当时的一公唱的歌 叫做《得不到的爱情》 你说老歌 对 然后所有的姐姐跳出来 就是《得不到的爱情》 但我想得到 但她跳出来说 我就是不想得到这份爱情 在那里 就这种真的好转 我听得不算明白 我觉得再认真模仿一次 更好 好啊 别的姐姐都是那种 我得不到你的爱情 她就是 我得不到你的爱情 我哪有这样 这么夸张 就冷漠一点 像冬夜里的游光明 还翻白眼 对 还翻白眼 就真的是这样 我就不想要你的爱情 对 这什么爱情 我不想要 然后选择这首歌 还有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 就是现在很多人焦虑 身未动 心已经波澜壮阔了 然后就会让自己 非常非常的焦虑 所以我觉得这个歌 写得很好 就是明天的烦恼 交给明天 先把今天过好 才能够处理明天 所以想把这首歌 分享给大家 一起开启鲜活的音乐时刻 他还爱 别再问 他会爱你多久 好紧张 过去 过去 我的天哪 你感受到了 感受到了那种滋滩 还是非常恐怖的 第一次在这么多歌手面前唱歌 人生中的第一次 吓死 我也 我也想 结束了 耶 不用紧张了 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放松一点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捧场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时光 大家庭 遇到了新朋友 老朋友 大伟哥 我们真的 平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可以在一起坐在这聊天 听您唱两首歌 对 然后让旁边的Penny姐 变成一个小女孩 在那旁边 小迷妹 也没有 就 我就没有见过 这一面的Penny姐 知道吗 对 你好 你有没有 有没有 你 你 在哪里 有没有 不 你 你